经济下滑,市民收入大减,租金跌势比楼价更明显。今年十大南丑二手屋苑入场月租全线跌。港岛楼跌幅最大,达百分之十或以上。当中则如冲康而花园放盘月租由1.75万元起。 达今年初跌租约百分之十二点五。为众项目最大,新界世价盘亦在延万元以下租盘。天水为嘉湖山庄放盘月租紧由9500元起。 过去约两个月租任交投减少。业主遗免雕空单位。税大手劈租。综合市场资料。上述十个屋苑租盘入场放盘月租。与今年初比较。跌幅约4.5%至12.5%。 港岛楼跌势最显著。中原杨文杰指。上述大幅跌租的康而花园入场租盘。实用面积466方尺。今年1月放盘月租层高于2万元。事实上,屋苑4月平均尺租已跌至约38元。 他解释。该屋苑不少租客在今年初约满后。为免外出体楼。都倾向逐租原先租住的单位。而业主亦见市场气氛不好。普遍都不会加租。部分新租若甚至有下调空间。而个别租金更比年初时大跌10-15%。 同区另一个指标屋院太古城。过去一年都刊文2万元以下租任成交。但近期连络多宗跌穿2万元个案。该行张光耀清。项目宁安各实用面积580方尺两房侧黄。近期成交月租最低以下挫至1.95万元。 19年平均成交月租层约2.4万至2.5万元。 他指出。太古城现有近190个租盘。较去年同期增近20%。其中实用面积530方尺两房单位。叫租约1.8万元起。而一月时入场放盘月租层至少要2万元。 近年入火盘供应以细单位为主。抢走不少新界细架楼租客。天水为嘉湖山庄及沙田第一成。 成交月租已跌穿1万元。嘉湖山庄礼湖居三座低层户。实用面积446方尺。 仅以9500元租出。尺租21.3元。该屋院有低于万元入场租盘。 为洛湖居一个实用面积449方尺两房户。 单位属一手装修。尺租只约21.2元。 较一月初跌租约9.5%。 至于沙田第一成。世纪21其封周淑平透露。 项目现有约80-100个租盘。 入场单位为52座低层户。 实用面积284方尺户。 放盘月租10500元。 教年初低4.5%。 据息,同面积单位近期成交月租。 增跌至9800元。 面对租金急跌,拥有多个收租物业的资深投资者五贯流坦然。 近日查询租盘的人大减。 为免再等,业主都主动劈租。 同时有业主朋友都收到减租要求。 租楼需求下跌,预期租金将会继续下跌。